有一些同修 度佛经 不眠起了怀疑 释迦牟尼佛 一桩事情 用一个名字就好了 说那么多名字 把我们都讲糊涂了 他为什么不用一个名字 实在讲 佛说法 我们大家都能肯定 充满了智慧 在方法上讲 极尽其善巧方便 而是我们不能领会 所以在里头还产生了误会 这是我们的错误 佛为什么用很多的名项呢 他有两个道理 第一个 一个名项 没有办法 把这一桩事情 形容得清楚 这就是这样 这个信德 它是多方面的 一个名项 没有办法 完全包含 第二个意思 怕我们学佛的同修 执着 执着就错了 前面讲 法上应识 活款 非法 这个信像中里面都告诉我们 我们求学的态度 第一个是要立以名字相 可见的名项不能支出 所以佛一桩事情说许多名项就是告诉你不必支出 懂的意思就行了 不需要支出 所以有这两个理由 佛往往每一桩事情都说了好多个名称 那么特别是这个真如本性说的非常之多 这里只是略取几个名词而已 其名无量 遍及执行 为普遍计较执着 及相中常说之分别执着 攀缘无名忘心忘想等 意在明其虽是无名忘想 然为真心之所变现 非利真心而别有也 这是相中 里面讲的三性与三五性 那么这是相中非常重要的理论 他将示出世间一切法归纳为这三种性质 便记便是普遍 记就是计较 我们用计较 大家好懂 这个相中里面他们的论典里面称为计度分别 度是度量 就是计较度量分别 那么也就是信中常讲的 像我们在《金刚经》上常看到的 我们《净土经论》当中也常常看到的 所谓分别执着攀缘 无名忘想等等 这个里面的范围就非常广大 而在《白法民门》里面 我们看到的比较上具体一些 就是属于不相应刑法 《白法》一共分为五类 第一类心法 第二类是心所法 心法跟心所法 以及色法 都是属于一塌其心 一塌其心 这个是 它是 许时多多条件而形成的 这些条件就是一塌其 就是因缘所生的 那么遍迹所知 它用现在的话来讲 抽象的概念 它没有事实 譬如 这个《白法》里面 不相应刑法 第一个是德 德时的德 说德呢 当然事业包括在其中 讲一个就行了 那么德有这么一个概念 我得到了财富 那么我是心法 财富是色法 把这个两边离开 单单讲德 德是什么呢 德既不是心法 也不是色法 但是它确实有这么一个概念 它虽不是心法 也不是色法 它是从心法色法连带发生的 也离不开它们 但是不可以归纳在它们那一类 这个叫做不相应刑法 凡是这一类的 都是边际所知性 就是根本没有这个事实 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 在信中 总而言之 就把它称之为妄想 所以这是属于妄想 这个意思是说明 它虽然是无名妄想 可是它是真心所变现 真心是万似万无的本体 其实我们讲的三心 通通通都是真心变现出来 离开真如本性 就无有业乏可得 打个妄想 也是从真心里面起来的 所以不是离开真心 而别有业乏 而别有业乏 这句话特别说在边际所知性上 因为它完全是虚妄的 不像新闻法色法好像还有一个东西存在一样 这个是我们都知道完全不存在 完全是一个妄念 那么第二个叫以它起心 即信中所说之圆其圆圆圣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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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正本性 随缘现其之相右 缘不立心体 一者随意 它只缘而言也 这个地方的注解 实在是比相中讲的简单容易明了 相中讲的非常的繁琐 一就是依靠 它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 许许多多的条件 它要以许许多多的条件 才能够生起现象 反而是这一类的 我们都称它做一塌其心 那么一塌其心 就是法信中里面所讲的缘起 剥若经上就是这样的缘起性空 缘起 世出世间一切法 包括佛法也是因缘所生 因缘所生就叫做缘起 那么缘起的法 决定没有自体 我们讲性空那个性是叫做尸体 它没有尸体 它是许许多多条件 合起来现象 这个条件散开了之后 这个像就不存在了 所有一切的形象都是一塌其中 像我们这个人的身体 身体是属于一塌其 它就是四大五蕴 四大五蕴 还是用归纳的方法来说的 因为细说了 那个太繁琐了 把它归纳为色寿想行识 这个五样东西合起来 那么有这个身体 四大五蕴要是离开的 这个身相就没有了 可见到这个身呢 确确实实没有自信 那么身实在讲 有没有身灭呢 没有 缘距的时候 不身而身 它的确没有身 我们看到好像是身 缘善的时候 不灭而灭 实在讲它没有灭 它只是缘距 缘善而已 哪里会有身灭 所以身灭是我们看一种粗的相 看这个聚善之相 聚我们叫它身 善叫它做灭 实际上只有缘距缘善 决定没有身灭 那么这是我们佛法里面 常讲不生不灭 不生不灭意思 我们通常也觉得很含糊 搞不清楚 怎么不叫不生不灭 缘距的时候不生 缘善的时候不灭 从缘上就观看 没有生灭的现象 那么讲缘距缘生 信距都是一个意思 这个是在信中 特别是在般若跟禅宗里面 讲的最多 那么这个是 这正是本性随缘其用 其之相用 那么它随什么缘呢 缘非常复杂 这个无量复杂的因缘 它也有一个头绪 那个头绪就是一念不绝 就是无名动向 统统从这个地方起来 这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讲的很多 不觉心就动 所以觉心是不动的 这一点我们学佛的同修 一定要很清楚 很明白 决心是不动的 我们今天求的什么 求觉 希望觉悟 怎样才能够觉呢 如果你妄念不止 那怎么可能觉呢 所以一定要把妄念写掉 妄念写掉 恢复到清净 这个净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定 所以佛法修学 定是枢纽 戒是方法 应戒得定 因定开会 我们的目的是开智慧 智慧不是学来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是我们自信里面本来具处的 不需要向外学 外面没有啊 这个一定要向里面用功啊 本经 告诉我们 信心清净 这身实相 信 用戒定会三学来看呢 这个信呢 就是戒学 清净 就是定学 实相 就是会学 所以这两句话里面 这两句话里面 就是直接无明妄动 就是直接无明妄动 以向中的说法 这个无明起来之后 无明不觉 生三系 这就把真如本性变成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里面 有三系相 无明业相 转向 境界相 转向也叫做见分 境界相也叫做相分 那么见分 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精神的这一部分 相分呢 像物质这一部分 精神跟物质 都是无明业相里面变现出来的 所以心跟无是同源的 同一个根源的 这是相中说的详细 那么它就起 变现出这个现象 念头 也就是妄想 它越来越复杂 于是变现的现象 也非常复杂 如果我们要问 我们这个妄想 究竟是多么复杂 你就看它变现出来的相分 你看这个设法界一正庄严 这个复杂的程度 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它跟我们的妄想 完全成正比例 这个复杂的现象怎么复杂 我们的妄念就怎么复杂 妄念是因 这个现象是果 那缘不理性体 他也是自信 随着任缘 变现出来的境界 这个是设法界一正庄严 都是一塌其心 第三个 将原成实性 原是圆满 成就是成就的意思 为本具是本来具足的 所以原成实性是讲的真如本性 他从体上说的 约体说 明起本来圆满具足 非造作法 就是它不是有违法 这个一塌其变极直性 是有违法 在不违法里面 总共分为94法 那么原成实性 是属于无为法 而且是六个无为里面 最后一个真如无为 才是原成实 其他的像虚空无为的时候 他还不是原成实 这个实就是真实 决定不是虚妄的 像前面两类都是虚妄的 绝对不是真实 这一个原成实性 它是真实的 它不是 它是没有生命的 此皆信众常说之法皆 真如如如真心实相 原觉自信 亲近心等 其名无量 佛在经上说原成实 其实名字说的很多 有一些同修 度佛经 不免起来怀疑 说释迦牟尼佛 一桩事情 用一个名字就好了 说那么多名字 把我们都讲糊涂了 他为什么不用一个名字 实在讲呢 佛说法我们大家都能肯定 充满了智慧 在方法上讲 极尽其善求方便 而是我们不能领会 所以在里头还产生了误会 这是我们的错误 佛为什么用很多的名项呢 它有两个道理 第一个 一个名项没有办法把这一场事情形容得清楚 这就是这样 这个信德它是多方面的 一个名项没有办法完全包含 第二个意思 怕我们学佛的同修执着 执着就错了 前面讲 法上印识 后款 非法 这个现象中里面都告诉我们 我们求学的态度 第一个是要立以名字相 可见的名项不能执着 所以佛一桩事情 说许多名项就是告诉你 不必执着 懂得意思就行了 不需要执着 所以有这两个理由 佛往往每一桩事情都说了好多个名称 那么特别是这个真如本性说的非常之懂 这里只是六曲几个名词而已 其名无量 信中意味之真舍信也 向中称他作语言成实心 信中也叫他真实心 阿妮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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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妮陀佛